首先在今天有很多不同的消息出来了 包含像现在是不是雷根号又准备要更靠近一些些了呢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包含了现在Politico这个网站里面 他们就有讲到了 一个有几个三位的知情的人士他们透露说 疑似是在这一周当中 其实从陪洛西来到离开之后 其实在美国方面呢 他们不断的有想要跟陆方来取得一些相对应的对话 想不到都被一读不回甚至打了电话过去 没有人要接听 现在美中关系是不是正如很多国际学者研判的将进入美中新冷战了呢 我们也看到军事活动也频频 包含像是在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就提到了 这雷根号的航母将会在这段期间内 不管是以我们的航母的方式 或是以制空的方式来通过台湾海峡之间 而雷根号现在所在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这张图 他离开了他的母港横须鹤港 不过他即将要转向 驶向了九州的南方地区 无论如何 他是不是将在这段期间 以制空的方式 或是以航母的方式来走向台湾海峡 但是美跟中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又即将回不去了呢 尤其陆方这边又公布了 报复培洛西访台 他们祭出了八大的反制措施 从不管是军事面到司法面 方方面面都希望可以达到美方的痛点 当然针对这八项的反制措施 我刚看到一个新闻的最新里头 也大概写到了 美方目前态度也挺傲慢的 他们就认为说 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去做改变的 是不是他也默认了 这八大反制措施 美中关系是一个默契 反正你治我我也反制你的意思 但无论如何 现在开始 大陆已经毛起来 是不是实战的军演 而且不接电话了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6号访问菲律宾期间 他也再度谈及了台海的局势 批评的大陆以大规模的军演回应 是从和平解决问题的做法 转而采取胁迫和使用 我们也听一下他稍早的说法 郭林肯该是指责 则在中国大陆采取的报复行动 不仅发射飞弹 还断绝跟美国的气候变迁的谈判 他也拜会了新科的总统小马可氏 来强化美菲之间两国的关系 而针对佩洛西访台 当然美国政坛也有不少的反弹声浪 而其中佩洛西的死对头 大家也还知道 都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他更是不止一次说 佩洛西的举动真的是疯狂 近日他在一场 这共和党的造势活动当中 川普也提到了 佩洛西的访台行程 他讽刺佩洛西 你访问台湾的举动 你正好是给了大陆 非常好的理由来动武 其实早在7月呢川普就对着佩洛西出访台湾的意图表达了反对 川普当时表示着佩洛西不该涉入大陆跟台湾的难题 他只会让这事情变得更糟 还会引起巨大的分歧和仇恨 您刚也听到他讲Crazy Nancy 甚至可能会触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川普也酸说佩洛西不只爱惹麻烦 还会把所有事情都给搞砸 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相关的国际局势 大家都开始替台海之间的危机感到很忧心 在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维问他就说了 当前的台海局势已经到 请注意他讲了两次的危险 他说现在是危险危险的时刻 即便在旁边的人都提醒台湾人你要更加注意 但我们是不是还在岛内岁月静好呢 我们另外看到是在大陆的人民大学教授佐希盈 他的说法 他说反制措施 他直接分析给大家看了 看起来不是只治台湾 他是从台湾要转向要真正治的是美国 前三条取消的军事交流代表了 中美军事的互信已经降到了B点 而军事的这个交流机制也心通虚设了 另外我刚刚是不是提到 有军事也有司法 剩下来的第四到第八条 您看到的叫什么 暂缓措施 美国有仇于大陆的领域 这将会方方面面的来惩罚美国 而民众党在今天也在台北的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三周年党庆 大家现在也还是更关心的是 现在目前在台海周遭的各项 来自大陆的实战军业 人民众党党首席柯文哲他又怎么看呢 一起来听听看 拜登跟习近平在之前谈了两个小时又17分钟 虽然我们都不知道到底里面谈什么 但是以我们对大国的了解 坦白讲 我说两个又不是男女朋友 怎么可能谈两个多小时 一定是很多问题要谈 那我也希望说他们中美在这种事情上 双方都有沟通 那也知道大家的底线在哪里 当然我们也理解 很多国际的这种问题就是说 每个人该表态大家表态 但是大家还把他底线讲清楚 彼此征求谅节的也要讲清楚 我是很怕插香走 中美对抗是 我看未来15年 我不敢说20年后30年我不敢预测 10年内我看还是跑不掉 但是大陆也不要因为这样就迁入台湾 而大陆解放军实施了围台军演 已经进入到了今天是第三天了 外界就担心如果这关系持续恶化的话 会有更多的制裁 台湾又能有多少 还有哪些改善两岸关系的做法 专家说了现在执政党 执政党现在比较像是大内宣 防止失去民心 没有积极与大陆对话 如果说跟96年来比的话 他第一个他不跨越中线 第二个他非但不飞越台湾 第三个他不围把离岛围下来 那现在前面两个都已经做了 现在就剩下可能第三个 是不是要围这个离岛 两岸现在当事者 他们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僵持的 那所以说呢 你说真的要 由谈判协商的这种方式来解决 我看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小 除非台湾这边 你接受九二共识 或是有更进一步的 这种让两岸互信能够建立 或是能够恢复的这种动作 否则的话 我倒觉得说 如果民进党当局 委托这个在野党 出来做一个调停的 这个角色跟动作的话 那我想这个还有一点点可能 当然这个可能性不是太高 一方面你民进党可能 你根本不愿意走这步路 那可是如果说 台湾的情况更加恶化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 没有办法的办法 现在的老百姓要知道说 你要怎么保护我 因为我这样子 我才能够知道说 我到底是真的安全 还是假的安全 政府要做的是 把资讯正确的传递给老百姓 老百姓自己会判断 我想这一次民进党政府 在处理这一个危机上面 他的重点反而不是在回应 中国方面给予台湾的军事上的 外交上的压力 反而是着墨在我们 自己国内的大内宣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要防止民心士气 对这件事情上过度的反应 导致于他内部信心的失去 我想就算是没有日本的 这个资讯的揭露 大陆方面也会公布 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所以导致于现在变成 台湾内部自己内部的这个状况 对于他这一次的演习的反应 对政府的信心的部分 其实反而是有一点降低的 现在的XO账不简单 他必须要入住 澎湖喜来登总统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 尝上这么一口的顶级XO账 好 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要上快点购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顶级的XO账给带回家 但是要是什么 因为你还需要 那边站着 想到这边 你能够住 那边站着 你能够住 你能够住 但是要够住 你能够住